暑假期间琳琅满目的暑期活动 而为雷奥给新北市学童们 一个兼顾教学与娱乐的夏令营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举办了三场客服营 有50位的教育替代艺南 从活动策划、教员撰写开始 筹备为期三天的营队活动 借由游戏的方式 融合教育艺南的专业知识 透过带活动不一样的教学模式 让参与客服营的学生轻松学习 我们的小朋友认为三天应该有 满满的收获才是 也会舍不得我们大陆的这三天 就要跟各位分开 但是不要舍不得 我们明年如果有机会 有另外一带也会来协助各位 其实我们教育局会办的活动 也要让我们的家长都放心 让小孩子来这边做一些学习 办一些活动 来这边体验 甚至可以放心的让学生在这边玩乐 很感谢我们新北市教育局校安市 特别把我们很多优秀的艺南集合到偏乡 那京美国小是第二站 服务我们整个金山地区 还有万里地区的小朋友 可以利用暑假的期间 让艺南大哥哥们把他们的才艺 带给我们的小朋友来学习 那三天的活动 小朋友学习也非常的投入 每一个人呢 也学习到很多的才艺 可以见到为期三天的熟福音 最后一天的下午 艺南们带领学生来到精美国小 进行营队集业式的成果展 站在舞台上学生们与教育 艺南合作无间展示三天所学成果 而透过暑极客服营队的活动 不只是让国小学童情绳学习 也让这一群教育艺南在退伍之前 累积教学与代课的经验 很好 其实我是想让学生 对学生来说比较监涉的数学 让他们从魔术来建立起喜欢数学 那以后更不会讨厌数学 不是认为数学只有公式 实际算 让他们能发现数学 隐藏在生活中的 让他们进而喜欢数学 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在学校主要是担任一些 辅助性的工作性质 比较少能跟学生这样直接的接触 那也很开心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能够让我们做很像教育艺的事情 可以带着学生玩三天 然后上一些蛮有意义的课程 像我们把一些比较枯燥乏味 比如说像是数学 像是地理等等 听起来比较像是专业科目的课程 设计成把它跟游戏结合在一起 那让整个孩子在三天内的玩 是觉得很快心的学习这样子 今天大哥哥还有我们教育局 像是特别安排这样的活动 到我们偏乡来为小朋友服务 小朋友要学习感恩 要谢谢大家 谢谢大哥哥 艺南还有教育局 那第三个也要学习 我们艺南大哥哥的服务精神 未来长大了 有机会也要像他们一样 服务社会 把欢乐 把爱心 散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在这三天的活动当中 能够收获满满 三个整天的营队教育艺南们 从活动策划执行 到学生们的生活照顾 全都一手包办 对此金美国家校长也表示 叔父营对于偏向的教学 注入了新的资源 为此也勉励孩子把握机会 向艺南大哥哥们学习 未来有能力了 也要回馈学弟妹 为偏向的教育资源 注入源源不绝的活水 记者廖品函金山采访报道